大家好 我是洪准 歡迎收看谷海弘揚 今天是周末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然后呢今天的大盘呢 小蝶了19点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呢 当大盘过高的时候你要小心 你不要硬是去追股票 股票市场的操作啊 它是有节奏的 你要怎么做春耕下雨雨秋收东藏 每一个步骤你都把它掌握好 你才能够赚到钱嘛 很多人都是这样追 看到股票涨你就去追 股票跌的时候你就害怕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波段的强制股 你是要买在短线上弱势的时候 就算你是好的股票 你不对的买点你都不会赚钱嘛 然后等到你发现说 我原来我的买点不对 停损掉了它又开始涨 你是不是常常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那是因为你没有抓到市场 整个主流的方向在哪边 在9月27号的时候 跟大家讲说这是主流异位盘 主流异位代表说 整个市场的主流必须要做改变嘛 什么时候开始涨 9月29号的时候 跟大家讲说什么 指标翻证准备反弹嘛 所以你开始要开始去找股票来买啦 但是你要抓到主流在哪里啊 一直到BIOS跌破 负2的时候 指数来到超级恐怕 我告诉你整个大盘 新的主流准备要启动了嘛 所以你有没有先抓到大盘的方向 当你有抓到大盘的方向 你才能够抓到整个资金的流向 你才能够抓到行情未来的方向在哪边嘛 所以我告诉你说 你要注意的是这一个iPhone X的重大影响 重要的是两个 一个是前镜头规格提升 第二个是无线充电的功能啊 整个市场啊 整个最大的 苹果最大的改变就在这两块身上 那这两块呢 现在才刚起步而已 比如像说3D感测元件 才刚导入iPhone 那未来会不会导入到NB里面 苹果的iMac 甚至说未来iPad 可能都会使用到这样的技术 同样的无线充电的功能也是啊 但是一台机器 顶多用一颗无线充电的晶片 但是会有很多地方必须建置什么 无线充电板嘛 所以你不要去关注于无线充电的晶片 你要关注于在做无线充电板的厂商嘛 所以呢当你知道了有这个方向之后 你就可以去寻找你想要投资的标的嘛 所以我告诉大家3105的吻帽啊 那时候大家苹果都在跌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说这一档股票你一定要买嘛 为什么 大盘在不好 可是人家还可以再创新高 而且扣底值准备要扣底低的位置啊 所以均线会翻扬 指标翻正的情况下你要尻啊 买进去之后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他会帮你赚钱嘛 谁说苹果的股票不能买 可曾跌了半死又如何 没关系我们还是持续的在赚钱啊 因为我知道它是什么 它是未来最夯最夯的一个族群嘛 从这边买进去到一个月下来 波段获利可以赚51块耶 51块耶 大盘在跌嘛 所以很多的股票跟着跌下来的过程之中 你有沒有赚到钱 不要忘了哦 世界它是正在运行当中的 但是呢今天呢它掉下来了 它跌下来了 你有沒有那个勇气啊 去进场去考 如果说你真的真的 又一直在错过那个机会的朋友嘛 你一定要记得 胜兵啊是先求胜而后求赞 败兵才是先求赞而后求胜 很多人在买股票都忘了自己 为什么要买 只觉得说我买的股票 它就要帮我赚钱 错了 你要买的股票是 它有能力帮你赚钱的股票嘛 所以我们一路的分析过程 一路的分析下来 你有沒有发现 其实它是有一套逻辑在运行的 但是很多投资朋友们都是道听途说 他讲它 然后他讲它很好 所以你就进去靠 但是你因为这样子听来听去 听来听去你当然赚不到啊 如果说他们可以赚到钱 又何必告诉你真正的事实在哪边 但很多人跟你讲啊 包括外资都是啊 外资他们都会跟你讲说 现在什么股票很好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每一次他报告出来 都是开始跌的时候 如果真的那么好 他一定是偷偷的去买 不会大张旗鼓的叫你说赶快进去买嘛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整个技术面 跟筹码面跟金流面的走势啊 你今天有个机会啊 我们今天牵出LINE8突破3000人 我们已经连续从自贸文贸 到借铃都是大赚的哦 今天提出三三专案哦 十股三档内三个月 30% 这是一个机会 赶快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做 那文贸过后呢 我也告诉大家说 因为一个族群上来 他不会只有一档股票 他会带动整个族群往上走 当3D感测元件开始需求开始爆发 难道你不用设备吗 那你的设备需求再起来的时候 你要不要进去买 在他买之前啊 在他涨之前你要知道嘛 我告诉大家说 这是一档设备的商的股票啊 获利十分优异 而且怎样 他是做3D感测元件的需求的嘛 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在提他 没有人在讲他哎 没有人在讲最好啊 没有人跟你抢了股票 你为什么不敢买 那时候他没有涨啊 那时候他都没有动哦 但是我知道这边有人已经先进场了 量大的高点不会是最高点嘛 那这些人买的人 他会认为他如果 他如果没有赚个大的 他怎么会放手呢 所以呢 你看到说他过高了 过高之后呢 一直到他这边 整个波段的涨幅 已经来到23个percent 量大的高点在哪里 量大的高点不会是最高点啊 那今天过高了 过高之后也才刚开始起涨而已嘛 所以连续的过高 哎大阪在跌我们赚了30% 我们赚了30个percent 今天也是啊 强势股又拉回了 拉回了 我早上是不是告诉你们 买点真的不多 买点真的不多 因为这种好的公司好的股票 现在会回是因为什么 很多散户在把它卖掉 曾经有买的人 因为有赚钱 所以他想要把它卖掉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一档股票可以涨三成 难道不能涨三倍吗 但是你很有可能 卖掉这个三成的机会之后 后面的三倍你都没赚到了 所以操作它是有一个公式 有一个方法 重点是你有没有信心啊 你没有信心的原因 是因为你没有看到 为什么 你怎么样去赢的方法 是因为你没有这套赢的方法 但是我们知道啊 我们有看到它的未来 我们看到说 这一档股票它的前景在哪边吗 所以你今天有一个机会 赶快跟上我们的操作 三成三专案哦 过了就没了 这个礼拜就结案 结案我也不再推 所以呢 当现在大盘拉回 波段的强势股板 在短线上回档的时候 很多的股票都回来 这种强势股你能够不买吗 你能够不跟着进场吗 难道你还要再一直跟着后悔吗 借铃是不是也是做给你看 9月20号的时候告诉你说 65块钱可以尻嘛 金流土豆已经跟你讲了啊 三联红量价背离 它一定会 它一定是筹码吸收的状态嘛 筹码吸收这样涨上来 量是缩的 所以它是一个机会 你敢不敢买的问题啊 量大高点不会是最高点 你有没有办法报嘛 报上来两天获利15% 甚至整个波段的获利 我们赚了多少钱 赚了多少钱 一直创新高赚了多少钱 赚了26% 大盘中错 大盘在中错 反而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同样的今天大盘也是拉回了 也是拉回了哦 是不是一个机会 你自己思考看看啊 很多的 在多头的格局里面啊 还涨而急跌都是正常的现象 我反而喜欢大盘跌的时候 因为跌的时候你才能看得出来 什么股票它是好的 尤其是现在筹码的集中度 资金的集中度越来越高 所以很多的个股 你会发现强的就是那些 你如果没有抓到那些强的 而去买弱的 我告诉你你可能赚不到钱 还会倒赔哦 比如像说 我告诉大家说无线充电的部分嘛 我也曾经买过连仓啊 但是唯一买的乔威啊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整个族群嘛 但是这档股票的量缩整理 同样的量缩整理 指标为先 机会来的时候你也要买啊 无线充电族群 我不单单买一支嘛 但是呢弱的我要太弱留强 强的我要把它留下来啊 这些我都有跟大家讲过嘛 是不是 太弱留强加码强 重点是你的操作 你要怎么去做 很多人都是把赚钱的股票卖掉 然后呢赔钱的股票留着 最后才会发现自己的洞越来越大 然后补不回来 机会在这里啦 量大的高点不会是最高点啦 整理过后一旦突破新高 它的涨势才刚开始而已啦 操作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如果说你到现在还没有 大盘都已经创新高了 你还没有找到怎么样做的人 like 8人数突破3000 三成三装按十四中 你若胜开蝴蝶自来 赶快种下你对股市的成功信念 让我们成为您登峰的想导 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股海洪洋助力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